对于出血性脑中风或严重脑外伤患者 一般人印象可能是瘫痪或生活无法自理 不过现在透过中西医核治 对预后有正面效果 发病之后三到五天左右 我们就开始中西医的治疗 那临床上的观察越早开始 当然效果越好 台中慈悸医院神经外科与中医部 携手研究中医早期介入中风与脑外伤治疗 成效获得实证 在中药的提早介入的病人 我们的死亡率是零 三个月跟半年之后的神经功能 明显是优于单纯就用西医组治疗的病人 这项研究成果获得肯定 登上了国际医疗期刊 我们是西医 然后针灸跟药物一起 那当然在更稳定之后 那个互健的配合也是非常重要 以前的人都会担心 太早使用中药或一些不可预期的 后遗症或并发症 至少在安全性上 我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这项治疗虽然没有办法让中风或脑伤患者 回复到生病前的状态 但有助于提升生活自理能力 不仅可以减轻家属负担 对患者生活于自尊 也有所帮助 大海新闻张国端欧阳光辉 台中报道